我有一個學生他很喜歡踢球的 那我就是把小提琴和踢足球的理念串連在一起 我就把這麼多年的世界盃主題曲 還有所有和足球有關的歌 例如《足球小象》都被他拉 有些歌是很難找的 但我親手寫給他 嘩 這位導師我覺得很有誠意 大家好 駱天亮 今天來到荃灣的柏林總部 去訪問一位小提琴的導師 他是Alfred 他 Ideally喜歡點擊 нами 會留意 有叫做複製 你會是一位大方的 一聲艷魄 叫做複製 成功 尼的叫做複製 亂魂 有叫做複製 叫做複製 叫做複製 叫擇製 叫做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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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來了,我身邊這位就是彈小提琴的Alfred老師 大家好,我是Alfred 我相信在大家心目中彈小提琴是一件非常優美的事 麻煩Alfred導師自己介紹一下 例如你玩了小提琴多久,在Partner教了多久,還有特別的教學經歷 我學了小提琴15年左右 我在Partner任職大概4-5年 學了15年,但又教了4-5年 加起來20年左右 你現在多少歲,因為你年輕 其實加起來差不多20出頭 你20出頭,但玩了20年 你還有什麼背景呢?音樂上的背景 我本身已經考了小提琴演奏級,還拿了Distinction 背後付出了很多努力 另外我也積極參加香港大型音樂比賽 當中很多比賽都有拿過冠軍 除了疫情之外,我每年都有參加1-2個比賽 特別的教學經歷 有 我有一個學生他很喜歡踢球 我要在一個運動細胞這麼強的小朋友 去用一個音樂的形式去教他 那我就把小提琴和踢足球的理念串連在一起 怎樣串連小提琴和足球呢? 我就把這麼多年的世界盃主題曲 和所有和足球有關的歌 例如《足球小將》都被抓 讓他在一個紮紮跳的情況下 都能夠坐定去抓小提琴 你的意思是你將世界盃這麼多年一首歌 十幾二十首歌 只要他喜歡我上網 捐通捐納就幫他找出來 那他就因為喜歡足球 而將這個興趣也擺在小提琴 包括足球小將 有些歌是很難找的 但我親手寫給他 嘩 我覺得這位導師很有誠意 只要他能夠愛上小提琴這個 一切都值得 音樂對你來說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音樂對我來說最大的意義 就是能夠給我一個方法 去表達和發洩到自己的情緒和心情 那我相信以音樂 以音符旋律這個方式 去表達自己 是比言語和文字更加直接的 因為音樂可以有不同的可能性 嗯 我非常同意Elphic這樣說 因為其實大家看到我面前 看到Elphic 即是他講話很斯文很文靜的時候 但是剛才大家我相信已經看到片頭 他的表演 他的氣場和那份熱情 一拿起小提琴就馬上誤動了 所以他就用小提琴去進行發洩的證據 那你開始為什麼會玩小提琴呢? 第一 為什麼不玩結他呢? 小朋友覺得結他很有型 小學的時候看到我的同學上台表演 我看他的小提琴 嘩很漂亮喔 線條很優美喔 然後他上台拉 嘩很吸引 很有型的 於是我回家 跟家人說 我想學小提琴 我想像他們一樣 即是你是看完美股的表演之後 你是主動要求父母去學小提琴 沒錯 而他答應 是 他很支持 我很幸福啊這個孩子 你玩了小提琴15年 當初也要求母親 他都答應了你 讓你學這個樂器的時候 你什麼時候才開始決定 做一個小提琴導師呢? 其實我打算成為一個小提琴導師 大概在八年前 有一天我遇到我一位好朋友 他本身彈鋼琴很厲害的 而他已經成為了鋼琴導師一段時間 他也欣賞我的能力 就是鼓勵我 做一個小提琴導師 於是我就踏足了 成為小提琴導師的這條路 我也很欣賞你的小提琴人 因為你的小提琴 大家彈得非常好聽 還有你考試的演奏級 你剛才說的是Distinction 這是一個非常之高的分數 另外一條問題是 你在音樂上還有沒有一些目標和夢想 雖然你現在已經是導師 但還有沒有一些目標和夢想去追求呢? 首先最大的目標是 當然是繼續提升我自己 音樂上的奏藝 從而去踏足更大的表演舞台 和更多知名的音樂家或者前輩 去一起合作 我對你的音樂奏藝 我已經很滿意了 其實 因為剛才你已經演奏了一些 我很喜歡的歌曲 我自肥 我要求導師去演奏一首我喜歡的歌 他就真的懂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呢? 我覺得我會為拉好一首歌 而做足很多準備 例如我會上網聽同一首歌 但是十至二十個不同的小提琴家去拉 從而分析為什麼他們拉得好聽 能夠吸引到我 或者為什麼有些會比下去 從而能夠轉化成為我自己一套的風格 我覺得這位導師和我的小習慣很多次 我每做一件事的時候 都會Research大量的資訊之後 先去抽屍膜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 這位導師也覺得自己最特別之處 就是他把自己眼界放得很闊 才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 來去練習和去找自己想要的東西 然後你覺得教學生最開心的時刻? 就是聽到我學生跟我說他很喜歡小慧琴 曾經有一個學生跟我說他的目標就是 要去意大利成為一個小提琴家去表演 那豈不是比你厲害了? 超越了你那個level 他說想帶上他的家人去環遊世界 一直表演 就一直跟他們去看世界各地不同的景色 他簡直是一個理想家 又是一些男生 又是喜歡一件事 又是會不斷地找Research 然後不停練不停練 我知道他經常會上網去聽別人拉琴 然後就分享很多 很有趣的片段給我聽 是一個這麼小的小朋友 去分享給我聽 導師和我的黑 然後我覺得你遇到一個這麼有黑的徒弟 因為你們兩個很合適 嗯 挺得分的 男仔來的 怎麼結分 那你接下來有沒有一句說話 去跟一些想學小提琴的人去講呢? 我首先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對小提琴要有興趣 要有熱性 對 因為小提琴呢 無論是音準和動作 準成度都是要很高的 難學難精 對 但是我相信呢 你有興趣 在面對種種的困難之下 你都有動力去克服 Ever道的金句就是 你只要有興趣 你就可以突破到他的臨關 好了 我們訪問做完了 我們接下來有個挑戰的環節 麻煩拍攝大師 好 那這裡呢 這裡不讓你看 這裡有很多很漂亮的拍攝卡 對了 我們這裡有五張 那你呢 要在這五張卡裡 抽三張出來 去馬上表演給我們看 我們 抽一張吧 這張 這張 這張是絕 這張有聽過嗎 有 記不記得點贈 記得了 好 看導師表演 好 那剛才我們挑戰了 第二個挑戰 英文歌 這張 記不記得那個什麼東西 記得了 OK 好 看表演 好 剛才兩首歌你都挑戰到 好 我呢 就特意加多了神秘卡 那應該 這三隻呢 我相信 你沒聽過的三隻多 嗯 你選一張 好 希望選手 有些 有沒有貼士 沒有啊 你選吧 我覺得你沒聽過的 日文東西 日文東西 對了 這隻呢 就不是我的 這隻呢 是我們的導演 他呢 就很喜歡這首歌的 嗯 有沒有聽過呢 完全 完全沒有聽過 然後那個演出者都不懂 不懂 對了 對了 好 你竟然抽中這張這麼幸運的卡 我就會給你練習五分鐘左右 五分鐘 好 好 好 剛剛呢 就練了五分鐘了 我看你都整理得很快 嗯 現在再一次挑戰了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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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呢 很完整的 但只是有點猶豫 我們第二次挑戰 看看能不能順暢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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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非常厲害 好 我們的挑戰雖然不成功 但大家就聽到一首很好聽的歌 大家如果想學小提琴 可以去到屯門的蝴蝶商場分校那裡 找Alpha & Sir學小提琴 至於如果大家還想查詢一些Partner的資料呢 可以去我們的Partner網頁 YouTube、Facebook、IG那裡查詢 至於資料和網頁電話就在影片的下面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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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